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你用傳統的拖板 你將它放在地上 弄得整個地都是善 不美觀 又或者你將它放在隱蔽角落 於是用的時候 要用人去遷就電位 這樣就更加不方便了 又或者一個孖制位 你用左邊那個 右邊那個不夠用的時候 你加多一個萬能插鬚 兩個就頂住了 你只能夠放在其中一個 又或者再加長那個的制面 令到它更加不美觀 不方便 那今天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個榮獲2008年度 新加坡總統設計大獎 金獎的UBIC電力軌道 它最大的特點 就是可以將很多這些13A的制面 靈活地安裝在電力軌道上 除了13A制面之外 還有藍牙喇叭 USB插電插座 LED燈等等 14種不同的電力裝置 UBI這個牌子 它有專利的設計 就算小朋友貪玩 將手指伸到電力軌道 都不會觸電 但要注意 網上的仿製品 雖然外形一模一樣 但沒有這個功能 電力軌道分三種 這一種就是長式 它的好處就是安裝了之後 能夠跟牆身或台面 形成一個水平線 護衣室台面就最適合用了 第二種就是掛牆式 它的好處就是容易安裝 不用繞坑 隨掛隨用 電視機下方或是廚房牆壁 都很適合用的 第三種最經濟實惠的 就是拖板式 雖然有條拖板線在插著 不過它仍然都可以享用到 這個靈活插頭的功能 電力軌道的外形美觀 質料內容 一條電力軌道 最大可以走到32A電 當制面多的時候 節省不少電位錢 電力軌道的側面 還有兩個弱電裝置的插槽 可以將一步發揮 床線美觀的功效 事不宜遲 我們一起看看 師傅如何安裝這條電力軌道 走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